沒錯這個最新的一集要來比的就是什麼 身為一個帥哥就是要有一個好的廚藝 今天我的對手就是跟你 號稱煮飯界的 這是什麼 豬哥 好算了他沒有話講來 開始有什麼話要跟我講 我們對今天的PK 好算了我已經準備好了 今天要跟你PK煮飯 加著你的雞雞混蛋 實在要跟你PK 我很心煩 因為對手是你 我很心寒 好 沒話講 那我先贏 第四部分 採買 GO 我覺得我今天想用 我想用棒棒 來贏 那你準備買 我準備用雞料 因為我跟你講我平常 你在叫雞 你在叫雞 定期叫土雞還是 所以你覺得 好 來 來一個給我小孩 American American beef OK好不好 要選配料 配料 因為我在想說 等一下你做的東西 會很難吃的話 知道 可以動 我吃 都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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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我覺得 日本的磨茶牛肉 在我們看這個Vlog 都配得很好 好我想 其實好像我的材料 就是這樣 其實我用推薦 我就先看看我的食材 而且我還有再一杯這個牛奶 剩一 剩一 那我拍Vlog 都要自己花很多錢 沒關係 第一集那個存款 不太八十幾萬 所以現在存款 只要八十幾萬 而且我的皮包好像在車線 在車裡面 Apple Pay 什麼年代的人 很像付出現金 然後我要Apple Pay Apple Pay 唉唷 這邊很遠耶 Apple Pay是這樣子 又遠了 然後我們去看 六公斤 六公斤 一根根本沒用 那他是攝影師的線 пост 到三 會NLP鬧人在訪說 來張卡 不能用的啦 我們現在馬上去回Gabre的廚房 進行我們的PK賽 страх 然後現在要來說 牛排 那我就算了 我覺得已經贏了 對我覺得你拿出這個 我就覺得已經贏了 這個煮的干貝 那個干貝 你看你拍他的干貝 這其實是 教你先要來嗎 我準備的是 鬼頭奶滋跟棒棒腿 OK的OK的 推完酸了OK的 這是什麼胡椒鹽 對 就一般的黑胡椒 來 那我們可以 下牛排 要切嗎 不用 等一下再切 好 等一下切好 今天的完成了 黑胡椒 沒錯 今天我要做的食材 就是我們的 北海道 香草 冰淇淋 可口 乃滋 雞腿燉飯 我今天的食材 因為剛看的我滿都泡鎖 已經先吃完了 但是沒關係 我們用現有的食材 做出最好吃的 像我這個雞腿 是美國的 三人份的 暗然銷毀 夠暗然 夠銷毀 我跟你講我下的料理是不手軟 六片 七片 八片 肉片 因為可口乃滋基本上是非常好吃的 它這個有點椰香味 我這是選的 是有點南洋口味的那種感覺 是很道地的啦 這個 泰國人都這樣吃 北海道冰淇淋 拌一眼進去 拌一眼進去 整個感覺都出來了 有沒有有沒有 這不是切魚的切嗎 呵呵呵 你不要自以為懂 有沒有 這個時間是等水滾 啊但是等水滾 因為這個時間真的太長 我們來 我們用跳點頭 一二二 快燒掉了 有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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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聽到我滋滋作響 有聽到我滋滋作響 聞起來真的不錯 聞起來真的不錯 有玉米濃湯的感覺 你看這個雞擺上去的手法 這種雞的擺法叫做 雞擺 如果 這隻雞很狠的話 就叫做 雞擺 再蓋上去 哇塞有沒有 沒錯現在是我們的 美食試吃時間 你煮的第一道這個 黑胡椒干貝 我是覺得食材好 不一定真的好吃 因為我看料 要看料理人的情 大家要吃 因為我們找一個公正的第三者 不然我一定投了幾個 我覺得這有施工 我覺得 還有在觀察 因為你們還沒吃到我 吃到我的時候 你要知道真的真的比較好吃 我忙自己載到浪 這是我的 好 這一道 暗藍銷魂好雞擺 就是我決戰的 東西了 來喔 吃一碗吃一碗吃一碗 配起來真的是好吃 不講認真的 很像那種 甜米糕那種感覺 他直接吃有點淡淡的香味 就吞著下去了耶 來吃一下我的好雞擺 我的好雞擺 我的好雞擺是不需要料的 哇塞 真的很雞擺耶 很厲害的耶 你不要再罵他話 你不要再罵他話了 你不要再罵他話了 這引道賣我的699 我會買 真的 真的喔 對啊 來 你偷哪一個 我偷你 我覺得我不選 你偷你的對不對 我跟你講 我這個也是有回合 因為我只要偷我的 因為我到達賽點 所以我只要再偷我的我就贏 就等下 我跟你講我超女的 我們有請公正的名稱 今天這場比賽其實也會把創立一個 多個元素融入這個比賽 多個元素 這個牛排雖然他分數很高 但是他太過於一般 台產這道 好雞擺 好雞擺 很雞擺 我吃到了中式西式 大家應該知道勝負了 不庸置疑的 我一定是投給這道 很雞擺 很雞擺獲勝耶 很雞擺獲勝耶 很雞擺獲勝 哇